这里的大海边有一朵白云 拖起了五彩斑斓 那时我脑子一想 我说绝对可以做白色 我就一定要做白色 这里有聚会拍照 提升格调的经典场景 这风景超美 然后又靠海 超舒服 拍照也比较方便 这里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特色美食 人均150块 其实这样的间隔是非常优惠的 在温州一路向东 你就会遇见它 探究民宿打造 讲述创客故事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生财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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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投区是浙江省温州市的市下区 是温州市四大主城区之一 地处浙南沿海 欧江口外 有168个岛屿和259座岛交组城 东奥渔村位于东投区的东南端 是省级特色旅游村 是省级特色旅游村 周边有仙谍岩景区 半平山景区等等 东奥渔村景色十分美丽 最为抢眼的却是在东奥湾的岩石峭壁上的一抹白色 海天左舍 海天左舍的设计经营者就是他 闫乐峰 因为风格是大家各有各的所好 然后呢 我又考察了一下 整个我们中国的民宿这一块的 圣托里尼或者白色调基调的这种建筑 或者这种室内装修的风格 它不多 它不多呢 然后呢 又在海边 又那么独立 然后那时候我脑子一想 我说绝对可以做白色 我就一定要做白色 东奥渔村是洞头少有的几个民宿集中村之一 现有不同风格的民宿五十多家 海天左舍这样带有异域风格的民宿建筑 在当地却是第一家 所以仅仅靠着外表就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只有这种圣托里尼的风格 更贴切于我们这边的海边 所以说呢 从商业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我们有稀缺性 因为做这种风格的民宿不多 那就给我们带来的客源就会更多 因为竞争少了 生意就好做了 这点是从商业的利益先去考虑的 只要是路过此地 看到海天左舍的游客 都免不了驻足拍照 而这也是设计师出身的颜乐风 给海天左舍从经营上去设计的第一步 做这种风格呢 特别适合拍照片 我们针对的客户群都是 二十到四十岁的年龄层 那其实都可以算是小青年 小青年呢 微信大家玩得都很溜 所以说你如果朋友全都不能发的 觉得他没意思的 那你这个店就没有意思了 就回掉了 所以说我们做这种风格的 就更适合他拍 他发 这样他们的传播才是最好的传播方式 然后我们把自己的内工服务 软服务再做好 我相信我这个店是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海天左舍一落成就声名远扬 来了解参观入住体验的人 更是络绎不绝 这就是咱们海天左舍的入口了 对对对 这一大门看起来太不像是一个正规的大门了 对我们这个门呢 原来因为它自动房 它只能开那么大 我觉得开那么大也足够了 因为这样可以让客户带来的体验感 不像那么一个宾馆或者酒店内 更像家一点 进来很随性的 没有看到什么很商业化的东西 更像回家的感觉 让他带一点回家 那这个进门就先看到这大长桃桌 感觉非常继续一排 特别适合 就是好朋友在一起开个派对什么的 对对对 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这么设计的 因为这是其中一张 我们有好几张了 这张桌子呢 就是让客人进来过来 它不是一家人 有间两家三家四家 那它需要有些场地可以让它坐在下 一起沟通 一起互动的 那我们所谓说 长桌设计一下 那又能比较容易出效果 又可以比较人性化 客户有沟通的地方 需要一个大家聚在一起的公共空间 对对对 闫乐峰非常注重入住客人的感受 在他看来 海天左舍是家民宿 它不同于星级酒店 让客人进门后 可以感到放松不拘束 这可以说是他设计的第二步 公共空间的话 我们这边可能会跟其他的民宿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地方这里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房间呢只有八个 然后公共空间室内 包括室外 整个给客户互动的公共空间 有将近1400平方 这么大 对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的理念 就是想让客户不能说 你到我这个民宿来 就住在这个房间 带在这个房间就不出来了 那你一天可以 两天就非常非常无聊了 所以说我需要很多互动的地方 需要让他能走得动 能走到哪里 都会有地方坐下来 歇一歇聊一聊 喝一杯咖啡 就是说公共的互动的空间 一定要大 让他的性价比提升出来 让他的体验感会更加的强 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步 就是突出海天作舍的特点了 咱们沿着窗户这些 这是茶台吗 对 因为我这边都是木墙嘛 外面的夕阳 刚好从我前半落下的 落下来之后呢 你在下午 喝下午茶的时候 它夕阳慢慢下来 慢慢下来 它的光影 从白光 慢慢变到黄光 变到红光 越来越柔和 它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气氛很好 不愧是这个搞设计出身的 实事处处的 都是从这个设计的角度去出发 那我看到这个 咱们这个茶台的这种桌面 这是 就是原来的这种房子的建筑 我们装修之前 需要有一些拆掉的嘛 原来的老门板 我们对这种风格的话 装修它已经强盛 做门是用不起来的 所以当时我们又觉得可惜 因为这个门 经过将近三十年呢 它自然风化掉了之后 这个质感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保留起来 做一些茶台来使用 再看这个墙面 这个墙面呢 就是原来一块块石头雷起来的 我们保留的 一直保留着 就没有去动它 没有去处理它 无非就是说 把它原来石头的本色 我们盖着白色上去 不盖胶 这样呢 能体现我们的设计元素 搭配风格 然后又不破坏它 原有的结构 原有的风貌 这些透着设计感的桌子和墙壁 如果不是沿乐峰介绍 恐怕入住的客人 很难留意到 因为进入房间的客人 注意力早已经被各种美景 给吸引住了 那这是我看 已经有入住了是吗 对对 有入住的客人 过去打个招呼 你们好 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这个太火了 朋友圈都有在发 朋友圈听是看到的 对都有看到 知道它在 这个风景超美 然后又靠海 超舒服 拍照也比较方便 拍照好 发朋友圈是吧 对对 那个今天 随便一拍都是一个景 出来的就是一个水景 所以你看这个水很浅 就夏天是 我们可以光着脚坐在里面 可以吃饭 平平小酒聊聊天 都是很舒服的 夏天把桌子放在这 是吧 客人可以在这直接用餐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三个这边 太享受了 夏天会有放一个投影 就可以坐在这里 一边吃用餐 一边看看电影 比如小泳池嘛 我们可以在泳池里 直接就可以看投影 你可以拿两杯小红酒 放在台面上 可以泡着 可以看看 特别是晚上到的时候 是很舒服的 我好遗憾 我来的这个季节 不能下去享受这个 体会这个水中就餐 游泳看电影的这个感受 海天左舍一共有八个房间 每个房间名字不同 风景不同 体验也不同 哦 房间的名字叫塔波 对对对对 哇 视线真好 对 三楼它视线属于最好的 一览无余 对我们这边就属于东澳湾 对面呢 它是一个半瓶大桥 我想我们左边呢 它有观音巡视的景点 还有红石滩过去 再过去一点呢 可能就是一个新典岩 都是著名的景区 哦 就这就离咱们这个 动头的这个景点 都非常近 我们可以直接从 我们这个样子小巷下去 都可以知道到 这个我们露台 加上10年的话 将近有将近70平方 哦 将近70平方啊 对的对的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啊 价位在我们这个店的民宿里 价位是最高的 非周末的话是1180 非周末1180 那要是周末的话 价位还得更高 对 还得更高一点 非周末时间的房价 从688元到1180元不等 这样的价格 在东澳渔村的民宿之中 可不算便宜 但是即便如此 入住订单依然是应接不暇 那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咱们这边的这个 八个客房的这个入住率 大家能达到多少 那肯定是百分百 应该说从4月到11月 基本就百分百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动头的东澳顶村 我们今天呢 去探访一位老人家 这位老人家 当地人都称呼他叫张老伯 这位张老伯啊 他和现在的海田佐舍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么说吧 没有这位张老伯 就没有现在的海田佐舍 走吧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您好 请问您是张老伯吗 是的 这个现在山下的那个海田佐舍 您是他的主人吗 是 那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了 身体这么好 对对对 这些种的这些菜啊 是自己吃啊 还是拿出去卖啊 你儿子朋友 要亲戚 亲戚朋友送给他们 要送给他们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的张老伯 是海田佐舍这个石头房子的主人 这个房子是张老伯和自己家人 亲手用一块块石头雷起来的 前前后后用了十年的时间 那张师叔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石块啊 这一块块石头都是您从山上搬下来的吗 下面那个大石头 用工具把它换下来换下来打开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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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建起来 这个都是里面都是杀土 土搞起来 黏土 黏土把它粘到一起 最爱粘住 最爱这个块石头 把这个粘住 把这个粘住 这个错开 是吧 错开 错开拿粘土粘到一起 对对对 交错开 然后这些小石块也是起到固定作用的 固定坚固一点 太厉害了 像当初这个清除了张老伯 汗水和心血的石头房子 乍一看去并不起眼 但是机缘巧合之下 闫乐风却对他是一见钟情 当时我在对面吃饭的时候 夕阳下来 然后我打开饭店的窗户 刚好正对着这栋房子 夕阳照过来的时候 这边的这栋房子特别独立 环境特别幼近 而且它这个角度看过去特别舒服 因为它刚好在海角的转角处 转角处 而且跟村民后面这些石头房 它离开又有一段距离 就是很独立 很独立的话 我一眼看上去 哇 这个位置真的很好 然后我们就几个朋友一商量 我说这个一定要做 也必须马上做 然后才定下来 做这里的一个海天 做设这么一个民宿 闫乐风当时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房子 决定要用它来打造自己的第二家民宿 可是当找到张老伯 提出租房要求的时候 却被拒绝了 我们刚开始跟他做的工作呢 基本是做不通的 因为在我们之前也有很多 不管是做民宿也好 做酒店也好 做餐饮也好 找他谈了很多次 但是没有一个人谈得通 虽然如今老伴已经去世了 儿女们也都已经各自成家立业 经济条件都还不错 但是张老伯依然独自一个人 固守着这个房子 因为这在他眼中 不仅仅是个房子 而是他的家 你知道老人家上年纪的 也比较固执的 性格都像石头一样的 然后最后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经过他的儿子 然后带他儿子 到我们原来的艳南左舍 去考察去看 我说我跟你说 你可能不相信 我们做的是一些什么东西 什么概念 什么样的形式 带他看了 哇他儿子非常喜欢 然后通过他儿子 再做他父亲的工作 艳南主持设计非常漂亮 而且整个经营也非常规范 也比较上档次 所以回来我跟我老父亲说了 他也非常开心 那是可以吧 那就租给他吧 经过前前后后 几十次的沟通交流 最终张老伯终于同意 把房子租给闫乐峰 但是张老伯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他对这种房子呢 就特别的 特别的舍不得 就是很有感情 他不愿意搬出来 没想到张老伯最后居然提出了 这样的租房条件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闫乐峰居然一口就答应了 最后我们也觉得 那既然这么有感情 何尝也不是一种文化呢 因为我们做民宿并不是说太商业的东西 还是带一些情怀的嘛 那既然我这里面积 我可以切割出来 那我就切割一小块 就是让张老伯再在这里住 跟我们一起也没有问题的 这是厨房 一个小客厅 这个里面里面 这个就是水下的屋 这是卧室 一个小卧室 基本的需求 一年现在您在这儿能住多久 一年多久 一年都是基本上在这里的 有的空的时间 找你儿子那里玩完 您为什么还这么执着的 自己要在这儿住呢 对这个房子很感情 很幸福 别的地方我都不去 别的地方不习惯 不去住 别的地方是住不习惯 对 我就住不习惯 好很有用啊 对于这个解决方案 张老伯很满意 尤其是现如今的海天左舍 在当地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 这让张老伯很自豪 现在这个民宿改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啊 您满意吗 满意咯 等等满意咯 他们搞得很周到 搞得很周到 搞得很周到 很美 真的很美 闫乐峰总算是如愿以偿地 租下了这个石头屋 而且租金还相当地优惠呢 一年多二三十万都有开过的 后来我们为什么 一年十几万租给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整个设计 整个各方面 还有对我老父亲的承诺 还有对整个房子的保护 各方面综合条件 还是他们最合适 所以我们把整个房子 就交给他们去经营 现在是晚上的十一点半 可是海天左舍 却迎来了一拨客人 那看他们的这个氛围 吃吃喝喝 非常的热闹 我特别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么大半夜 在这搞聚会 所以我们过去问一下 不好意思啊 各位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么晚了 为什么在这搞这个大聚会呢 海天左舍在 我们游户就比较有名吧 对 这里的景色也很好 我们的环境 非常地合适 这种聚会 因为我们已经过来 慕名而来 经过了解后 我们才知道 这群人虽然职业不同 但是相同的是 他们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并且爱玩爱旅游 变当山 那边就是 变南左舍 也是同一个品牌吧 对 和海天左舍差不多 那里我们常去 那里也非常吸引我们 所以听说这里有个新的 有个 开始来把我们走 是 马上上给我来 由于当时在 在燕南左舍的良好入住体验 几个人都成为了 闫乐风的粉丝 当他们听说 闫乐风在动头 还开了第二家 海天左舍之后 毫不犹豫地 就把聚会的地点 定在了这里 这场聚会 我看吃的 牛排 这个 大虾 是吧 吃的还挺丰盛的 这一餐的这个价格 大概多少 那我们按照人均来算 人均 150吧 150块钱 150块 对 其实这样的价格 是非常优惠的 明天是不是有新的安排 对 明天 等着看日出啊 日出 我们会出去打鱼啊 出海打鱼 对 拍拍照啦 出出美啦 拍海风啦 拍照 秀 朋友圈 是吧 对的 必须的 这这么美 伴随着海浪生生 新的一天来临了 可以睡到自然醒 当然是一大享受 如果说醒来后 还可以享用到 一顿美味的早餐 那就真可以说是 锦上添花了 如果告诉你 这么好看的早餐 是免费的 你内心的幸福感 是不是又增加了一分呢 早餐时间到 今天的早饭啊 可以说是又漂亮又精致 看看啊 我们三个人选的都是这个中式的早饭啊 这位姑娘 我选的西式的 西式的 汉堡包 面包 干果 水果 还有酸奶啊 别拍了 别拍了 你快吃吧 开始品尝 它都有什么 这个是这个核桃 红糖 小面包 海鲜棒 这个 洋漆菜 又有人管它叫长寿菜 据说啊 这个东西只有在动头当地 才能吃到 它们大部分都是出口 外销 品尝过这样的特色早餐之后 海天佐舍的客人们 临走时 必定会带走一些当地的海产品 从海天佐舍一出来啊 迎面碰到的就是当地渔民们的大晒场 看看 这大眼一望上去啊 各种各样的鱼都有 但具体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咱们找个人问问 大姐 忙着呢 问一下啊 这个您这个 晾的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这个叫鳗鱼 鳗鱼 蚂鱼 这上面写的这数字是什么意思 这俩是重鱼 我们一条一条是称好的 真的 这就是五斤三两 对 这个是四斤四两 我颠一下啊 蚂鱼 那个我们吃的那种 蚂鱼饭是不是就这做的 对啊 蚂鱼饭 天哪 好有食欲啊 看上去就很好 我看这个 好像品种挺多的 像这种就是油嘛 那个有什么区别呢 不一样的 这个油麦呢 这个头小没有牙齿 你再看这里 哦 长真实咯 长真实咯 这个叫蚂鱼呢 这个牙齿很丰利的 您看一下 这个有牙 这个没牙 是吧 对 这个油麦没骨头的 它只有这里一条骨 一条这个鱼 这个中心骨呢 其他的这些都是 吃在嘴里 是没有骨头的 您的意思是没刺吗 没刺的 这条鱼 这种鱼就一根刺都没有 都没有 一斤多少钱 一斤大概在190之间 这个加工的工艺很复杂吗 这个也不复杂 打开 打开放在这个竹边上 放在竹边上 晒 那这个晾干的时间要多久 三四天 三四天就可以了 这个价格很贵 多少钱 多少钱 90块一斤 您这是买了 准备送人 送人送人送人 这个是现场 现送 现送 现吃 现送 现吃 现吃 马上吃掉 过时间就不能吃了 过时间就油味出来了 跟他老板订 预定的 没有 你送在哪的时候 都买不到工期的 我记得您刚才 跟这位大姐 还能预定说 明天还要来买 是吗 我要明天下午 我明天还要买 还要来 我明天还要一个 温州的车子 自己放一下 温州的车子过来买 过来买 你带他过来买 是我朋友 随着近几年 动头对于旅游资源的 重视和开发 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这里旅游度假 游客多了 当地渔民们的收入 自然也跟着提高了 开宝库 看看 这些都是大姐 这还有呢 这些都是大姐 已经清洗完了 是吧 晾晒干净了 切割好 可以直接卖的商品了 这一包 这是什么鱼啊 这是肉鲜鱼干 肉鲜鱼干 对 刚才我都没有看到 这一包大概价格是多少 这一包70块 70块钱 两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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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包都两斤70块 还有什么 带鱼 带鱼 也是70块 两斤 也是70块 两斤 马加鱼片 马加鱼片 对 马加鱼片 您这等于是 分量和价格都已经订好了 对 每一大包 两斤的 基本上都是70块钱 对 这个都是什么样的人 到咱们这来买呢 一般游客过来买的也挺多的 这个是什么 你看酱 这个 这个是洋气菜 这洋气菜 我知道 我今天早晨还在海迁走社品尝来着 特别的好吃是吧 对 这个怎么卖呢 这一包 这个三块钱一包 像我老公就种这个 您家就种这个了 种了多少亩 种了50亩 50亩这么多 那每年的收入能有多少 收入啊 收入十多万 十多万 洋气菜这一样东西 一年收入十多万 对 这渔民们的收入水平 一起提高的 还有闫乐风 对于做民宿的信心 2016年年底 开业至今 已经达到了年营业额 二百三十万元 现如今 以左社命名的民宿 已经达到了四家 还有三家 正在筹建当中 温州当地的民宿 现如今只是刚刚起步 我们也希望 在不远的将来 会有更多的人 打造出更多别具特色的民宿作品 让温州的经济发展 更加多元化 让温州的山山水水 更美丽 因为她 绿正翘家人 放弃高薪 家人 朋友 同事 基本上 是没有一个人 是理解和支持的 因为她 吃苦受累 全抛脑后 就突然之间觉得 就之前的那些 过程里的这种辛苦 完全就 快就过去了 烟消云散了 因为她 很多人的田园梦 被慢慢唤醒 田园的梦想 然后看到有人 把她付诸的实践 所以我特别感兴趣 更是因为她 给古老的乡村 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商计 这也是供供应求 供供应求 就是晒出来 就全部都拿走 敬请关注 夏季的 生财有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